热光时间 怎能一个为我们 《乘风20244公》录制完毕 陈浩宇组凭借帮唱环节逆袭拿到总分第一 三巨头所在的七微组意外落败 屈居刺席 根据爆料 蔡诗云遭到淘汰 这边《乘风20242公正片》还没播完 另一边第四轮公演已于5月9日录制完毕 竞演结果很快在网上爆了出来 据悉 本场共分为三个环节 第一环节为奖励舞台如果高于三宫平均分829则胜出 能保一个队友顺利进入武功 得到出战机会的是陈浩宇和队友袁亚维 两位是本季公认的大Vocal 可惜一宫个人喜爱度排名都不高 一个22 一个19 让不少网友一难评 结果两人凭借一首《愿与愁》拿下了851分 挑战成功 第二环节是最重要的团秀 率先出场的是华夏组 成员有西薇 杨锦华 刘欣 蔡诗云 陈立军 张于希 本季的人气三巨头都在这一组 选到的歌又非常炸 拿到897的高分一点不意外 第二个出场的是萨鼎鼎组 组员有柳妍 朱丹 尚文杰 郭碧婷 何姐 他们唱的是张亮影在唯觅舞台表演过的 《心电感应808》 电音曲风很带感 可惜只得到865票 蔡文静 王林 韩雪 苗妙 Joyce演唱了原创歌曲热浪 比前一组多了三票 最后出战的是陈浩宇组 人员配置也非常强 有大主唱袁亚维 rap担当万妮达 还有谢金燕 郑妮可 孙夏琳三位全能选手 他们三道的歌《Nobody》也很耳熟能详 获得了875分 最终三巨头领衔的七位组拿下团秀第一 陈浩宇组紧随其后 蔡文静组和萨鼎鼎组分裂三四名 结果一出 不少人为尚文杰叫屈 直呼她是这一季的工具人 一宫赛典秀输给了何杰 队友李希瑞被淘汰 二宫过线攻守赛输给了成锋一团 和蔡诗云两人双双待定 三宫和郭碧亭 朱丹 苗苗组队分到了一首曼歌 总排名倒数第二 如今 四公所在小组又排在最后一名 珍珍是难求一胜 第三轮是帮唱秀由前几季的姐姐回归帮帮唱 孟家帮唱七位组和杨锦华 蔡诗云 带来一首风吹一下 拿到863分 薛凯奇助阵萨鼎鼎 两人合唱了一首剩下 分数超过了870 Alan跟蔡文静演唱了一切都来得及 得到876分 压轴出场的是王菲菲 孙夏琳 郑妮可 堪称名副其实的王诈组合以一首精卫乍翻全场 拿下900以上的高分实至名归 团秀和帮唱秀结束后 总排名随之出炉 陈浩宇组凭借帮唱环节的精彩表现实现大逆袭 成为总分第一全员晋级 三巨头所在的小组意外落败总分屈居次席 不得不面临拆组的结局 蔡文静组和萨鼎鼎组则排在后两名 截至目前 包括退赛的三位外籍姐姐在内 一共有13位姐姐离开了这个舞台 一公淘汰两人 二公和三公各淘汰四人 四公和去年一样只有一个人打到回府 根据真瓜主的爆料 淘汰的是七微组的三字姐姐 根据排除法线索都指向了蔡诗云 尽管她实力不俗 不可否认知名度确实不高 能走到四公已经是极限了 四公已经录完 接下来只剩下五公和成团业 而对于姐姐们来说 名次高低其实无所谓 因为只代表现场一千名观众的意见 能留下好的舞台才是最重要的 芒果台的影响力和浪解IP的传播效应无可争议 尽管浪解五未能呈现出大碗宽面或花海那样轰动的舞台 也未有像王心灵或美伊里牙那样的爆款姐姐展露头角 即便如此 浪解五在内地娱乐综艺市场依然占据一席之地 浪解五的门票对于众多女艺人来说并非一德之物 然而能否抓住红利的契机则是另外一回事 浪解五的整体趋势可见 36位参赛姐姐各有各的命运 有些姐姐名利双收 成为赢家 有些姐姐匆匆而来匆匆而去 成为过客 而有些姐姐则失去了大众的喜爱 节目组极力看好海外姐姐 然而美国的莎莎和俄罗斯的玛丽提前退出 直接打乱了芒果的安排 幸运的是 法国的姐姐乔伊斯和越南的孙夏琳表现出色 每次登台都给观众带来了惊喜 今年 芒果台在《浪解》系列节目中决定押注七威 将其视为C位培养对象 七威的表现却在初登舞台时让观众大跌眼镜 无论是小考还是公演都未能展现出色 尽管她在热搜中频频露面 但这种势头若持续下去 七威有可能走上谢娜的老路 导藏被节目组所发现 32岁的陈浩宇成功逆袭 成为一匹黑马 她在初登舞台时演唱的爷子深受众多粉丝的喜爱 接着在小考和义工的舞台上持续展现高能表现 她荣获华人星光大道第三季的总冠军 一开口就能抓住观众的心 有些姐姐在加入浪解舞之前 口碑并不太好 路人员也不是很好 然而 随着节目的播出 这五位姐姐改变了观众对她们的固有看法 口碑也得到了正面转变 第一位 韩雪 娱乐圈内 韩雪可谓多才多艺 身兼歌手 演员 导演 制作人等多重身份 虽然样样皆通 却未能创作出令人瞩目的代表作品 她频繁出现在各类热门综艺节目中 却每次登场都备受质疑 在很多人心目中 韩雪一直给人一种高冷的印象 似乎总是保持着一定的距离感 而关于她的背景传闻更是加深了这种印象 当浪解舞的名单公布时 不少人都在期待看笑话 韩雪在节目播出后很快证明了自己的能力 击败了一众质疑者 她在第一轮表演中突破了舒适区 呈现出了令人惊喜的歌舞表演 接着 在第二轮小考中 一开口就震撼了台下的观众 她的声线让姐姐们们都惊叹不已 她的实力甚至直接压倒了同台的好声音选手李佳格 原来她的声乐实力如此强大 韩雪不仅在舞台上赢得了认可 她在真人秀环节的表现同样备受喜爱 她对自己要求严格 与队友相处融洽 并能用流利的英语与法国姐姐交流 全程体贴照顾对方情绪 曾经有许多网友批评韩雪不擅长开玩笑 但当她面对那些模仿她的网友时 竟然积极地在评论区留言 这一举动让人直呼过瘾 对于韩雪而言 过去参加综艺节目总是逐渐损害她的人员 然而在浪解舞中 她逐渐展现出自己的个性魅力 人员也逐渐好转 第二位 尚文杰 在众多人心目中 尚文杰昔日凭借独具特色的服饰引人注目 同时也因为各种流言蜚语 而被冠以非心老板的名号 在现实中 尚文杰持续致力于她的电子音乐创作 以独特的作品表达自我 在娱乐界逐渐确立了自己的地位 她也承受了不公 长久以来为合作伙伴承担责任 浪解舞的热播 让尚文杰再一次出现在大众视野 出舞台她就憋了个大招 用一首唱跳歌曲 撑起了节目的排面 超女冠军确实实力在线 一亮相就让人刮目相看 和解与尚文杰的对话令人瞩目 她们在一场公开舞台上呈现了高水准的歌曲表演 再次彰显了当年选秀节目中艺人的扎实实力 只要有尚文杰在场 舞台的品质就得以确保 她的演唱总是为舞台锦上添花 尚文杰并非只是一名普通的才华横溢者 她不仅熟练掌握着中、英、法三门语言 还通过自学掌握了德语和西班牙语 不仅如此 她在情商方面也极为出色 对姐姐们的舞台表现能做出精准的点评 每次发言都能言之有误 尽管外表显得冷漠 然而尚文杰内心却异常柔软 她常常会不经意地和朱丹、蔡世云撒娇 而当李希瑞被淘汰时 她则会痛苦地哭泣 展现出了盟女落泪的截然不同的一面 让人感受到了她极具反差的个性 第三位 朱丹 朱丹 一个典型的将好牌打烂的姐姐 原本享有深爱的丈夫和幸福的家庭 但由于她低情商的表达方式 让人误以为她生活在火海深渊之中 也使得她周围的舆论环境变得异常恶劣 朱丹因为叫错名字而错失了许多工作机会 这件事情一直困扰着她 让她难以释怀 参加浪劫舞对她来说有着双重意义 镜头或许会过分凸显她的缺点 但若能顺利度过 将会迎来新的希望和机遇 朱丹最终挣脱了阴霾 这令人欣慰 显而易见 她这次充分准备 在浪劫舞中呈现出了极佳的状态 对舞台充满热情 无论是出舞台还是公演舞台 都有了长足进步 没有成为团队的累赘 朱丹身为主持人的优势日益显现 一开场就呈现出数不尽的热门话题 与姐妹们迅速建立起了联系 她善于表达自己的思想 擅长沟通技巧 在面对采访时能够流畅地展开谈话 思路清晰 条理分明 能够有效地传递观点 观众对她的好感度也在逐渐提升 第四位 苗苗 提起苗苗 可能大家会联想到电影《芳华》和她的老公郑凯 这也算是她最知名的代表作了 苗苗成婚生育后 出现频率大幅下降 散发出一种超然的氛围 在与郑凯参与的真人秀中 她一直表现得相当拘谨 不太善于与其他参与者交流 个人情商也显得不是那么出众 登上浪劫舞的舞台 苗苗焕发出更为活泼的魅力 她初次登台的表演勾起了人们对电影芳华的美好回忆 仿佛一场公演中洋溢着满满的少女情怀 尽管已经是孩子的母亲 但她依然保持着像个少女般的状态 散发着甜美可人的气息 展现着与生俱来的女团魅力 苗苗的善良才是她最吸引人的地方 在二公分组环节 她与王林都希望选择《青花词》这首歌 而排名较前的苗苗则掌握着主动权 王林被苗苗的慷慨所感动 泪水难以抑制 最终接过了机会 而苗苗则选择了挑战更为艰难的楼外楼 这一番转变令人动容 苗苗的好感度直线上升 虽然失去了心仪的曲目 却赢得了众人的心 第五位 赵一欢 赵一欢在今年可谓是大展拳脚 她齐头并尽地加入了备受瞩目的《无限超越班2》 和《浪解5》两档热门节目 这两档节目对她来说仿佛是截然不同的体验 一边在某个节目中黯然失色 另一边则持续地释放着能量 《无限超越班2》中 赵一欢展现出了她的精神状态 表现力和声望 可谓是度过了一场考验 相反 《浪解5》中的表现 则如同一次金色的图示 为她的形象增添了光彩 人的状态受到周围环境和同伴的影响 实在不可小觑 在《浪解5》里 赵一欢可谓是一位全能型选手 她首次登台时展现了出色的钢管舞技 让人眼前一亮 参加女团表演时 她展现了十足的魅力 而在第二轮舞台上 展示了她娴熟的架子鼓技艺 尽管镜头对她的关注有限 但她在舞台上的光芒 却是无法掩盖的